有这个像生姜片 然后我还闻到了一股香菜的味儿 这个难道是我的幻觉吗 一共有三样食品 生姜 白萝卜和香菜 直播间里朋友就一目了然了 说肯定是咳嗽喘 然后怕冷的这位 生姜 红糖水 这应该是驱寒的作用的吧 生姜我们讲啊 温肺散寒 肺煮皮毛 另外呢 肺气通于鼻 我们这个寒冷的空气通过鼻子 呼吸器官进到体内 因此呢 我们讲啊 这个生姜 针对于肺的虚寒 散寒 大家都知道吃点萝卜顺气啊 这是肺为滑胀 肺是在人体的最高地方 这个它的气气的通畅 一定要往下走 它不能再往上走 外边有寒 要往外宣发 用生姜 另外呢 肺气要往下走 人的气才能顺 那需要白萝卜去给它降肺气 这么一来的话呢 你看那个生姜和白萝卜的配舞 通成了 宣发 树酱 这是肺的两个功效 往上往外的宣发 用生姜 往里往下的 树酱用白萝卜 煮内煮外的 对啊 香菜我就没合起来明白 它是调味的吗 确实是调味的 调什么味呢 它有一种通洋气的作用 通洋气针对什么 寒凉之邪 倾息人体 我们一般的做菜做汤 都是最后撒点香菜 所以这个香菜在这里面用法也是后下吗 对啊 也是要后下 然后它就起到一个通洋气作用 生姜呢 10克就够了 白萝卜呀 偏良性 也不能用太多 太多的话 反倒把这个生姜这个温性给阻止回来了 用半根白萝卜就足够了 不能太多 然后呢 煮水开锅后20分钟左右就行 然后出锅 出锅之前 把香菜放进去就行 或者你出锅了 放到那个汤碗里头 把这个香菜切成碎末 放到这个碗里头就可以 要善 那咱俩呢 要善嘛 就是喝汤 自冰 用多长时间 冬天那时候如果要是一见冷就咳嗽咳白痰 我建议大家每天早晨吃一回 每天早晨喝一回 晚上就不要喝了 晚上喝完之后吧容易影响睡眠 用多长时间 先喝一粥 看一看 一粥就可以 看一会儿